接下来我们必须用执法的手段 用法律的手段 用雷霆的手段 去清除这些社会的毒瘤 应该给有心服务国家的朋友 有机会 有担当的 做这些位置 为人们服务 如果人出问题的话 那多好的制度 也不能将我们 一国两制的制度落实 而修改选举制度 亦是中央政府的示权 亦是有一个很稳妥的法律基础 最主要原因就是 这个选举制度的改革 令到选举的结果 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令到完整 全世界都一定是 代国者去管治一个国家 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政治能力 完成整个制度是最关键的 我们把我们涉当的人 放入涉当的为止 大家都是为了 香港好 为国家好与努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修改以后呢 可以更全面地落实爱国者治港 让香港的政治文化更健康 更务实 更有建制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